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博文焦点 海外的爆料至今已半年有余 期间热闹分层 爆料者针对的对象也在不断的变化 其局扑术迷离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士 开始对爆料进行反思质疑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 是一位来自大陆安徽的政治意义人士 他叫沈良庆 下面有请沈先生 沈先生向您提的问题是 您如何看待海外爆料事件 他的目的是什么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想先表述一下 我本人对爆料问题的一些基本的态度 或者说原则 首先呢 我不仅不反对任何扑鸟 想法 我非常支持 欢迎 任何形式的扑鸟 这里面 不仅包括像一些 基于某种正义感 或者说 对社会的关心 跟个人利益无关的那种 就是持有反腐败的这么一个目的的这种爆料 这种呢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类似河北省施加专事的 有一个小人物 叫郭关允 他当年 检举揭盘 陈维高的 河北省委书记 陈维高的 那种扑鸟 他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本人失去了工作 也坐牢了 然后呢 还声明了 还受到威胁 陈维高手下的人 就制造了一期车祸 就他也 就他与死地 就这样的一些人的铺料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他是反腐英雄 我们当然欢迎支持他们的铺料 对吧 像这种情况 我是绝对支持的 但是呢 铺料者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的铺料 我也是同样欢迎你的 比方说 就是污点证人的铺料 我们知道 在司法事件中 污点证人的存在 因为他的很大的价值 尽管他本身有问题 他可能也涉嫌违法犯罪 但是 如果没有这些污点证人 愿意站出来 指控 其他人的一些更严重的 违法犯罪行为 或者说 是他本人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他愿意 在法庭上 他愿意 在变速交易的过程中 愿意承认一些罪行 有些案子可能就很难办 一个是证据很难获得 还有司法成本可能会非常高 我们知道 这个司法本身是有成本的 它的成本非常高 甚至有可能 有些重大案件就无法追究 这样就导致会犯中一些 非常严重的犯罪分子 所以呢 这些污点证人的存在 它本身实际上 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 他们的铺料 当然作为一种变速交易 可能也会 给他们提供一些 方便 比方说 减轻处罚 包括在法定变形内 来重轻处罚 或者是在法定形以下的 减轻处罚 还有甚至就是免疫处罚 这种变速交易 不管是在西方国家 在中国现在也有这种 类似变速交易的做法 当然在美国这样的普通化国家 是更早就更普遍 是已经比较制度化的比较成型了 所以呢 对这种铺料呢 哪怕是问题人士的铺料 我也是支持的 甚至于就是这些 因为我们知道污点证人 它的作用 它首先它是要 不仅是要监局解法 而且它还要 包括对自己的一些 罪行 一些责任也是 也还是要承认的 这种铺料呢 我固然支持 甚至于呢 就是那种 选择性的铺料 这个跟 它的动机可能不是 不是很高尚 甚至于呢 可能很阴暗 它为了打击自己的对手 这种选择性铺料 我也仍然 愿意支持它 为什么 我们知道 中国的腐败现象 非常严重 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而中国的政治 这样一种 鸡权国家的 这种政治本身 又是不透明的 通常都是 关起门来 物理斗 政权多利 我们如果用一个 比较通俗的词 就是狗咬狗 黑吃黑 但是呢 外界不知道 它的具体情况 如果 这些 政治斗争过程 能够把它公开化 包括比方 拿到海外的一些 铺料平台上去 把它公开 这样 让老百姓 让其他的一些人 也能看到 这个政权本身 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个倒也不一定是坏事 也仍然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 我们支持 任何形式的铺料的时候 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要把握 就是说 要真铺料 铺真料 你不能胡编乱造 信口开河 弄一些虚假的东西 来达到一些 个人的目的 或者团体性的目的 这样就跟铺料本身 就已经不相干了 因为它没有铺料的价值 我们知道有些 关于中共 这部贪腐情况 有些重大的铺料 都是非常成功的 比方说像纽约时报 傅财德 他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查 最终在纽约时报 把它公布出来了 涉及到中共内部 包括温家宝家族 还有很多家族的一些腐败问题 这样的铺料就非常有价值 它很严肃 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巴拿马文件 所谓的晚上有一个 很形象的一个说法 叫离岸姐夫 对吧 这个巴拿马文件 它实际上是被黑客攻陷的 然后这些资料先露出来了 在媒体上登陷了 造成很大的震荡 像这种铺料 就是真铺料 铺出来的也是真料 非常有价值 假如我们胡编乱造 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情况下 随便说一些东西 所谓的 甚至有一些比较低级趣味的东西 某某人的什么销售之类的 像这种铺料呢 因为它很难证实 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个人呢 是不支持这种形式的铺料 好了 现在我可以回答主持人刚才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 正在这次海外铺料事件 闹得这么沸沸扬扬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它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是要看单事人自己的描述 那么铺料的本人 郭文贵先生 他是怎么表述的 他一开始 就表述的很清楚 就是为了保钱 保密 报仇 是出于这样的一个个人动机 来进行铺料 那么呢 它的目的呢 跟动机是统一的 但是 是不是仅仅是这样的目的呢 它的目的跟动机就完全的吻合呢 也不一定 毕竟 铺料者是怎么想的 作为外界来讲 并不一定很清楚 这样就可能需要一些方法来进行判断 它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来进行这些铺料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对吧 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 要判断它的目的 用什么方法呢 在信息不透明 或者说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 我们要进行这样的判断 就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针对非先的方法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集权专制国家 它的政治非常的不透明 包括它的反腐败问题 都是非常不透明的 涉及到高层内部的权斗问题 外界只能说是诸观浮影 那么 真的这样的一些黑虾 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功能主义的方法 我们要判断 黑虾内部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的结构 它的目的 它的运作方式 用这种功能主义方法 可以通过有限的信息 来进行判断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黑虾本身 它是不是非常的严密 严密到 一点缝隙都没有 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 一片黑 这辆黑虾固然有可能存在 但是 黑虾本身的 也不一定 就非常的这样 完美 它有可能会有缝隙 黑虾的缝隙 就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孔 透过这个缝隙 我们能看到一部分真相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词铺料过程中 我很仔细地看到 应该说 整个的铺料 我只看了其中的一集 以后就没兴趣再看了 后来包括影响非常大胆 到的沸沸厌厌的 就是美国之音 直播中断事件 我都没看 我是故意不看的 但是第二集我看了 看得很仔细 几个小时 把它完整地看完了 我就注意到 其中有个细节 可能有些人也会注意到 但是不一定 每一个观众都能注意到 就是在铺料过程中 在这个反弹过程中 主持人跟这个铺料者之间 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 就是铺料人 可能是非常无意的 说漏嘴 就提到一个 他跟这家铺料媒体的老板之间 共同地认识的这么一个老领导 我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信息 当时我也注意到了主持人的反应 主持人 当时很迅速地 就把话题给插开了 很显然主持人不希望谈到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当时就注意到了 尽管我的这个细节一直抓住不放 在这个后来的过程中 我每次在社交网站 谈到这个类似问题的时候 我经常会提到这个神力的共同的老领导 后来在美国之音的一个采访中 就是美国之音的一个主持人 郑宇文女士 她对这家媒体的老板和平先生的 民进老板和平先生的这个采访中 郑宇文女士也注意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也提到了这个共同的老领导是谁 同样的和平先生也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黑箱本身 他的一个缝隙 就我们提供了一个有限的信息 可以有助于我们观察判断 但是如果这个黑箱没有任何信息怎么办 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判断 不是的 我们仍然可以用功能主义的方法 因为黑箱跟外部之间是有关系的 它跟外部世界之间 它会表现出它的作用 它想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它跟外部的一些互动 通通出来一些信息 包括比方说我们可以看 整个的铺尿过程 它究竟是个人行为 还是一些人在帮它运作 有站台的 有跑龙套的 有黑心团队 除了这个铺尿者本人之外 它还有一个团队 另外还有敲鞭鼓的 有很多的人都卷入进来了 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趣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程 包括为了提供铺尿平台的 包括像美国之音 为什么要做那么一台节目 节目中断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究竟是为什么中断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它中断了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一片哗然 对吧 然后很快的团队就抓车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 慢慢的更多的信息就通通出来了 这个节目 虽然经过争取 美国之音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报道 我们知道 这次这个铺料影响非常大 它本身的新闻价值肯定是非常大的 值得做这样的采访 但是用什么方式采访 采访多长时间 提供多大的篇幅来报道 这个还是媒体自身 还是有它的考量的 时间长了 慢慢的我们就得到了更完整的信息 就是说美国之音 但是台里面只同意 做15分钟的 这样一个直播 结果呢 时间拖到长达一个小时 19分钟或者是16分钟 具体我记不清吗 才背后把它卡断 通过这样的一方面 我们就能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整个的运作过程 我想呢 回到你的这个主持人 提出的这个铺料事件的 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想 除了碰了着本人的 直接的保钱 保密 报酬 这样的目的之外 还有一个 跟整个团队有关的目的 包括那些 积极地 搬他 站台 或者说 提供一些搬变条件的 提供平台也好 或者是帮他做 其他的一些敲鞭鼓也好 这样一些人的一些行为 包括 我们后来已经知道的 那位神秘的老领导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 从我的教导那里讲 我个人认为 这次铺料 除了 碰到这本人的 直接目的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 晚上 人们通常说的 清军策 诸朝措 就是说 在现在的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 更具体地说 是在 习近平和 王岐山 这样一个反腐联盟 严厉反腐 当然我们知道 中共的反腐 是由他的制度 本身确定的 这种 胆权垄断的反腐败 肯定是 高度选择性的 跟 王岐跟 权斗有关 是要 打倒自己的对手 这个我们可以 不去过多的说他 他本身就是 选择性的反腐败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 高层权斗的过程中 在西湾联盟的 这样一个 动权出击反腐败 取得非常大的 成果 我说的成果 是站在 西湾联盟的角度 就是说 他们 把那么多的老虎 给打下去 这当然 对 不管是对那些 直接遭到打击的 这些老虎本身 不管是 周永康也好 还是 向军计划 或者 郭伯雄 许在后 这样的一些人也好 还有他们背后 这些老领导 背后的老领导 他们也有老领导 就涉及到很大的 一些人 这些贪腐势力 涉及到他们的利益 动到他们的奶酪 这样他们必然会反腐 就是在西湾联盟 这是前辈的一面 在前辈的另一面 还有反西湾联盟 这些利益受损的 这样一些 中共版内势力 他们也可以结成一个联盟 来反对西湾联盟 所以我认为 这次铺料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作为一个团队运作的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清军策 诸巢策 就是这么个目的 当然 碰到这本人 肯定带有他个人动机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立凡先生 因为我知道您曾经在检查机关工作过 应该说法律知识也是比较健全的 我们就要谈一个法律问题 因为在提到这个铺料的时候 张立凡先生提出指引 就认为了你这个证据链要完整 我们有些证据需要去判断 但是有一个法学家 曾经是北大的教授 叫袁洪斌 他就提出来了 他就质疑张立凡先生的观点 说来不对 因为他是要适用刑事诉讼法的 举证则能到职原则 那是由你 比如说你说王岐山 有师生子 王岐山腐败 那你王岐山应该举证 所以这一个证据取证的一种规则 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我的看法呢 双方的说法应该说 从某个角度来讲 站在各自的角度 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 这两位先生 我也多少知道一些 当然程度不同 一位是张立凡先生 我跟他在推上面也是推有关系 互相关注的 他在发的那些推 我也都注意看了 对他也有所了解 另一位呢 就是作为对立面的反方呢 袁洪斌先生呢 就更不用说了 他本身 他跟张立凡先生的角色 他的地位还不一样 尽管两个都是北大教授出身 张立凡先生是个历史研究的 他基本上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等一个角色 他站在他个人交度独立的 就一些问题 发表看法 不管这些看法 单局欢迎不欢迎 或者说反对派欢迎不欢迎 他是发表他个人的看法 袁洪斌先生我们知道 他是一位异议人士 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对袁洪斌先生可能还更熟悉一点 我以前也经常在他办的媒体上面 发表文章 他在澳大利亚办的一个自由生活 但是搞得挺不错 袁洪斌先生我也非常尊重 他是一位法学家 应该说 他从专业角度说的这些呢 有他的一定道理 但是呢这两个呢 从他呢不是一回事 从司法的角度来讲 需要的那种非常严密完整的证据要求 更从铺鸟角度 提出的证据要求 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首先应该承认了 就是说对于铺料者 你不能提出像司法上面 那么严格的罪 给对方定罪的要求 因为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 甚至有些可能还涉及到死刑 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的 被依法剥夺的问题 这在法律上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司法证据要求 可以说比所有的证据要求都要严格 他是不允许有任何插持的 就必须这些证据最能够建立起来 一个能够得到大家至少是陪审团认可的 这么一个法律事实 就是在事后通过证据来建构法律事实 它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当然对新闻报道也好 对铺鸟也好 它的要求不可能这么一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比方说新闻报道 是不是就不需要任何的证据要求 可以任由某个人 单方面来陈述他自己的事实 这一点我们通过美国之音 冬断事件的调查 在美国之音上述的一个监督管理委员会 BBG的调查报告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词 就是自己的事实 这个对媒体呢也是个大吉 如果可能实在不可能的 没办法 比方说中国政府官员 可能不大容易采访到 对吧 如果可能的话 作为媒体在报道一个事件的时候 恐怕要尽可能的采访相关的各方当事人 听听他们各自的一些什么样的表述 这是对新闻媒体的报道的意义 并不是说新闻媒体 可以随随便便的报道某个事实 那是不行的 你这个事实本身必须有一定的依据 否则就变成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就可以胡乱编造事实了 这对媒体来讲是大吉 虽然它不可能像司法取证要求那么严 那对铺料来讲 可能比对新闻媒体来讲 因为铺料毕竟是个人信用 也许可能要求应该更低一点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仍然不意味着 就可以没有任何的证据要求 你可以信口开河 那你就可以随便诽谤造谣 而且即便不考虑证据问题 还有你铺的料本身 从逻辑角度来讲 它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 这样对美国人的仰 作为旁观者也要有自己的判断 比方说这里面铺料 涉及了 这个铺料人本身 他的可靠性问题 也就是他信用的一个污点证人 跟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联名作证 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人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你是不是处于某种目的 有可能在隐瞒一些事实 或者说在裂造一些事实 至少你要有这样的疑惑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事实本身 它有没有可能成立 比方说 在这次铺料中 我们知道 这个铺料者提出呢 在王岐山家族 有高达20万亿余的 这个贪腐的 这个非法收入 非法财产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涉及到一个蚕食问题 你说中共官员贪腐 这要不是很具体 我都能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腐败心想 不单纯是个别的腐败分子问题 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越到上层 它的腐败心想 肯定越严重 贪腐所谓 相对而言 有可能越大 你说它弄了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 我有可能相信 但是你一开口 在没有具体争取的情况下 就说20万亿 那么对我来讲 就面临着一个 蚕食性的问题 中国的外汇储备 总量有多少 中国的外汇储备 原先的总量 也不够才四万亿 现在下降了 这是三万亿 那么你二十万亿 是三万亿的多少倍啊 如果是美元的话 就是它的七八倍 即便 因为碰到人 并没有具体的说 是美元还是人民币 然后呢 河南一些人呢 要帮他原厂 就说这是人民币 OK 没问题 人民币二十万亿 相当于多少美元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中国整个的外汇储备 这在蚕食角度来讲 有没有可能 我想大家可以做自己的判断 我就不去说它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些 就是 连他自己事后都承认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的 比方说 说李源潮在日本受惠了 一套反应场 对吧 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 后来他自己 在民进碰到过程中 已经传闹到这个问题 没这回事 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 但是呢 按照理讲 出现这种情况 你最起码要有个合理的解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才能取信于人 对不对 他也没有更多的解释 也没有就此做出任何的检讨 就这样一带而过 就李源潮日本社会一套反差 就没这合适了 李源潮是不是有贪腐行为呢 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肯定不会指控的 但是我相信中共高官 有贪腐行为的是非常普遍 所以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指控 就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的这么具体 那你就要拿出证据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包括对他的一些对手 跟他有矛盾的一些人的指控 比方说涉及到胡淑妮的一些指控 当然不管是胡淑妮 也涉及到他要打的那个 最终要打的那个 层级非常高的那一位书记 对吧 顽书记 涉及到这位顽书记 就是清军策诸巢所里 最终的这么一个对象 说他跟这位 有个私生子 这样的一个指控 咱们先不说他有没有证据呢 首先 从常识角度 我就不大能接受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胡淑妮多大年纪了 她已经六十来岁了 这个年纪的一个老妇女 这样一位女士 我是从她年纪角度那样的 她是一个老妇女 老年妇女 她的 这个铺料盘说出来的这个私生 年龄又那么小 那应该是在五十多岁以后生的 因为女性到了五十岁以后 有多大的几率 还有生育能量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并不否认 中共这种贪腐现象 严重到 不管是在金钱领域 也包括在性方面的一些 非常腐败的一些东西 这个丑闻 包括有所谓的私政府问题 这个在中国 中国政府官员里面 这种现象非常讨厌 很多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需要 具体指控某个人的时候 但你需要指控胡淑妮的时候 哪怕胡淑妮 在我眼 胡淑妮就是一个中共喉舍 虽然是一个比较欣慰的 这样一个 一种媒体的 像这个财新网的喉舍 他能够铺很多的料 而且铺得那么准 可能跟中纪委员有某种关系 因为他铺料的很多对象 有的可能很快就进去了 有的可能 比方说像安班 就通了很长时间了 关于安班的问题 已经通了几年了 最终也被查处了 所以说呢 你说他有一定的信息来源 有人为他喂料 有某种特殊关系 这个我可以接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就像我不反对任何形式的铺料一样 并不意味着 他的报道本身就不严肃 哪怕是选择性的反腐败 假如胡淑妮是为选择性的反腐败 站台的话 那么你从这个角度谴责他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财新所发布的这些 调查报告本身 就不真实 这一点 我非常相信 胡淑妮的这个专业能力 虽然他是一个喉舌 但是他的专业能力非常强 他的很多报道 应该说 他的证据材料 还是很扎实的 相反对他的这种指控 甚至可以说 是一些比较下三段的指控 又是私生谷 又是颜面手 又是什么 甚至有什么信约之类的 除非有切实的证据 否则的话 你这样指控一个女性 就非常的下三段了 我是非常不赞争的 所以正在这个袁红斌 现在提出的这个证据要求的 我想袁红斌说的不完全对 沈先生 现在有很多追求民主法治的人士 狂乐地去拥登爆料者 您能不能分析一下 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灵 这里面的情况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知道 无论是海外 还是国内的 管一的人权 民运圈 他的情况都非常的复杂 有各种各样的人 这些人不管是素质不一样 甚至背景都很不一样 虽然我不抓口 但是我并不否认 这里面确实存在 既有中共自己的人 也有一些线人 或者之类的 这里面情况非常好 这是就这个民运人士本身而言的 就他们这一次 就是说 针对这次 破掉问题的看法 我想反映也是不一的 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民运人士 甚至是一些重量级的民运人士 非常有影响 有很多是纷纷支持铺鸟者 不关是支持铺鸟本身 我这里说的支持铺鸟者 包括铺鸟者本人的支持 甚至 他们不仅是把他作为一个 污点镇的铺鸟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甚至又把他视为反腐英雄 甚至还不只是视为反腐英雄 而是把他视为 是中国民运的一个 冉冉升起的这么一个伟大的领袖 一个英明的领袖 谁反对他 谁就是中共特务 甚至都发高到这样的程度 就这个人就不容置疑了 已经被神化了 到这样的程度 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导致这种现象的 发生的原因呢 我想也很复杂 就跟民运队伍本身很复杂一样 这里面恐怕要分析几种情况 我想有几种情况 大致上 我不一定针对具体神 但是我可以指出 有这样几种的可能 一种情况就是有些 为他展台 敲鞭鼓 为他提供各种方便的全力以赴支持他的 我在推特上有一个很形象的称呼 我称之为阿庆嫂 就是那个样板戏里面 那么一个角色 杀家班里面的一个角色 中共地下党 地下党员这样一个人 胡思琳 把他当成自己人 虽然 调队一的他有怀疑 但是胡思琳呢 因为他救过胡思琳的命 救命之为让阿庆嫂自己 有这是一种角色 在为郭文贵站台 还有一种 我也不否认 民运队伍里面也是连有不齐的 个人人品也不一样 另一方面呢 坦率地说 民运人士 他也要生活 其中有很多 不管是在国内的就不用说 国内的都非常穷啊 因为长期受迫害 比方说就像我这样 还有其他的很多人 都是这样 根本就没法工作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有的还能领个地宝 甚至于有的连地宝都没有 像我是有地宝的 我领一份地宝 都非常艰难 他们本身是很艰难 他们也要生活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一面 对吧 有这种情况 另外也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民运 中国人权民运主义运动 如果从西单墙算起的话 到今天已经有 长大38年了 直到今天 西全统治 依旧 这样的一个一旦专政国家 依然非常强大 而民运 又看不到前途 至少到目前为止 你很难说 它是成功的 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实际上 它一直都是在 遭到打烊 在这种情况下 时间缠了 在这样一种非常艰难 困苦的状态下 人的信心 会不会有所动摇 在信心有所动摇 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 生活又非常艰难 那么就更需要 优先考虑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里面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 我把它形象里成为托伯森 就是希望能够借这个化缘 因为碰尿者本身 一方面确实很有钱 不管它的财产来源 是怎么回事 至少它非常有钱 同时呢 它也表现得非常的慷慨 不管是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 它也搜集证据的吧 很慷慨的表示 你只要能提供一些官员的汤子材料 或者提供一些什么证据之内的 我可以给你多少钱 而且数位都开得非常大 冻着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 包括甚至被民运也提出来了 虽然它跟民运的关系非常奇怪 但是它确实有过这样的表示 就是愿意做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些帮助 愿意给一些钱 甚至数位也很大 比方说大家我要推墙 要花多少亿 一开口就是多少亿 或者是要自助干个什么事 要官服北大 对吧 或者怎么说呢 这些都是涉及了钱的问题 要给多少钱 数位都非常大 从几个亿到几千万 上百万 这样的许多都有 这样就对很多人产生了信用 包括 它在整个的铺料过程中 我们看到不断地晒它个人的财富 不管是私人飞机也好 豪华游艇也好 别人那个豪宅豪车也好 包括车一杯雪茄烟是多少钱 喝一瓶度一十三 价值多少 这样一个晒富的过程 我想对一般的那种小的爆发户 一个土财主 它可能就是一种悬浮性 我想在这样一个铺料者 一个见过世面的 一个跟国家安全部有某种关系的 甚至比安全部门更高的一些层级的官员 跟一些权贵 中共权贵都有很深的关系的 这样一个亿万富翁 我们从它铺料过程中 对表现也看着是在侃侃而谈 风度是非常好的 男士必成先生 就是我在说话过程中 也不一定一谈到这位铺料者 我就都是某某某先生 我可能会成他先生 也可能就很随便的 就知乎其名了 他都是称某某先生某某女士 哪怕是对他的仇将 他很痛恨的人 他要抓特务的人 他要打击的对象 也是某某先生某某女士 对吧 这样一个秀养非常好的人 我想他晒财富也是一个目的 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有些人之所以支持他 是一种托某森的话缘 我是问了钱 这样我还可以拿出更直接的证据 就是这些托某森 或者说他这里面有的是站台跑龙套的 有的就是他团队成员 他们自己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欲望 比方说 在郭文贵团队里面 有三个非常黑心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位成员 我也许可以称他们为三大护法 或者说得难听一点 甚至就可以称他们为三个打手 这样型的人物 就是有位赵明先生 严建敖先生 唐步乔先生 其中唐步乔先生还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曾经是老朋友 这里面其中有一位叫严建敖的这么一位先生 他在铺料过程中 就是针对傅政华的那个所谓的海外资产 到底傅政华有没有海外资产 我不清楚 当然可能有 对吧 也可能不一定 所以不管有没有 他就针对傅政华的这一 据说是非常大的一笔的海外资产 他就提出了权力诉求 他就直接的就认为其中有他的一份 然后就怕他应得的这一份 就拿到晚上去配卖了 具体做到什么程度 就他自己说 似乎还真卖掉了一部分 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说法 对吧 至于这种做法是不是符合法律 在美国有没有这种可能 咱们不去说的 我想如果要是傅政华 真的受到追究的情况下 假如他有海外资产被起伏来的话 通过司法程序的话 我想也不可能这样处理 肯定是美国政府要把这笔财产 他要做出一个鸟断 不管是按照中美之间大臣协议 处决也好 或者是怎么分成也好 这个通常按照获取冠理 他可能要分成的 或者是返华人给中国 政府也好 肯定是不会交给 这些所谓的铺鸟人的 不会交给他们来处理的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确实做了这样的处置 这些表明 他有很强的这个走前动机 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想 更多的人应该不属于这种情况 他的核心层面里面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一种就是阿清嫂的情况 一种就是托布森的情况 我想更多的还是所谓的 对我一样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他们当然反应跟我不一定一样 因为我的这个是一开始就非常警惕的 这是基于我的铺鸟者本人的有限的了解 因为在他这次铺鸟之前几年前 我就看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他本身这种 包括他怎么发家的 他怎么扳倒刘志华的 还有他跟马建的这种关系 他本身就是国家安全部的这么一个很特殊的 虽然不是正式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 但是跟国家安全部有某种很特殊的关系 包括据他自己一件 也执行过国家安全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 包括甚至按照他的说法 是最高层通过傅正华交给他的一些任务 这样呢 我是有戒备心理的 包括在这一开始呢 我只是什么也不说 只是看 到后来我发现呢 情况有些不得进 我说的不得进不是针对他本人 我已经说过对任何铺鸟我都欢迎 至于你的铺鸟 真实不真实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对吧 我主要是针对我所在的 这个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人权民主活动 我可以不关心郭文贵先生的铺鸟 但是我不能不关心 人权民主运动中的这种反应 因为这种反应 跟我们美国参与其中的人 都是秀气相关的 所以我就很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也有一些反应 包括对这些做法提出了我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越到后来就越明确的吧 这是我的一种反应 作为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 但是其他的人也可能有其他的反应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很多人支持他 这种支持你们 包括无条件的支持他 把他当做领袖的拥戴 不允许任何质疑 谁敢质疑就抓谁的贪物 甚至于 谁敢质疑 就对谁进行暴力恐怖威胁 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的 战利凡先生的吧 就受到了这种暴力恐怖威胁 有人提出来要回国到北京去 要把他拔卸拔块 扔到河里去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抓特务的问题了 这就是暴恐 暴恐威胁了 这本身就实行为法犯罪的问题了 还有些非常下流的说法 正对战利凡 不管是拔他祖宗拔的 祖宗拔的都给他拔一遍 包括他父亲 包括针对夫人 孩子 就包括我本人也遭遇了这种情况 我在网上提出一些异议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些跟帖 一些水军跟帖 有的是我知道姓名 但有些根本就不知道姓名 有些跟帖也对我进行 不管是抓特务 也要暴恐威胁 包括威胁说要强劫我女儿 当然我没有女儿 我也没跟他解释 我也没必要跟他说我没有女儿 很遗憾了 但是他就能说出这样的非常下流的 这样一种暴力威胁的话 所以我想这里面情况就非常 复杂就涉及到 就是除了阿歇法和托伯森之外呢 这个第三块呢 更大的这一块呢 我想很多呢 实际上呢 都是因为不明真相 因为判断你本身有问题 而被一些人忽怨了 被一些人有意的误导了 本身信息就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又受到误导 有些人把他吹嘘成反腐英雄 甚至是民运的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支持了 这也跟中国民运几十年来 一直是没有什么起色 至少你没有成功 中共政权还依然存在 甚至还表现得非常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种投机性 就是想抓住一根稻草 把这根稻草担成救生圈 甚至是单程能够接受中共暴政的 这么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金身原子弹 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黑爆炸 又爆了一个黑弹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黑弹 把这个政权给它爆垮 我想更多的人应该是出于这种善良的心态 被误导了 沈先生 我现在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破料者的棋局 因为当时啊 从第一次爆料来说 是要打傅政华 打博讯 孟建柱 贺国强 然后又到王岐山 现在呢 又批尾石 张立凡 胡平 夏野良 所以有时候感觉这个棋局比较乱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能不能分析一下 嗯 这个 他这破料的这种棋局呢 跟他整个破料过程的这种方法呢 不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要判断 他是这个非常乱的这样一个棋局 你要想把它理出一个头绪出来 恐怕就要区别不同的情况来处理 一个是针对中共反对斗争这一块 他要打击的这个对象 从这个破料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看得出 就是我刚才说的 用那种功能主义的方法 它是很有节奏的 节奏感非常强 它是有步骤的 在诸步的铺料 不管这个铺料有没有证据咱们不去说到啊 就是说他这个铺料本身是有节奏的 节奏感掌握得非常的好 应该说他这个个人铺料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团队人作确实不一样 他有拿的策略是由外围到核心 就像拨笋子一样 它是一层一层的拨 一开始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针对党内官员的 就是他直接铺料的那个打击的对象 开始层级比较低一点 是直到明镜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还能看到 铺料者是针对他的仇家傅政华 这样一个公安部副部长这个层级的 针对他的铺料 是把傅政华作为他这个铺料的发击对象 这个时候呢 他在后来他铺料的一些人 还表现得非常客气 甚至于是希望他们能够帮他打击傅政华 他提到三个书记 三个书记指的就是 一个是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习近平总书记 一个是中纪委负责反腐的这样一个智能部门 中纪委总书记王岐商 还有一个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就是傅政华的顶头上司 他是把这三个人非常尊敬地称 他相信三个书记 会支持他这种铺料反腐责 对吧 会插除傅政华 他表现 至少他表现的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三个人身上 这是一个阶段 到河南慢慢地又涉及了其他一些人 我们知道他在第二集里面 已经提到了前中纪委书记 就是后悔强的现实 然后到河南慢慢地就要拨损一样 就步步为营 完全推进 最后就直接就不管是孟建柱 就直接打到 就除了习近平这样一个核心之外 就直接打到丸岐山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步骤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目的究竟是谁 就回过头呢 也可以证明他的目的 就是清军策诸朝左 因为王岐山是习近平的重要盟友 至少在反腐败这国 虽然对于中共的内幕 他的权力关系 我们不一定很清楚 因为毕竟他的封闭程度非常高 但是至少从外在表现我们看得出呢 以习近平为核心呢 这个中共中央这一届的反腐力度 这么大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站在他们的角度 取得这么大的辉煌战功 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应该说是功不可没 他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盟友 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作为被打的一番 那些老领导呢 他要反扑的话 如果直接针对核心 这个动作太大 很困难 毕竟他能够成为核心 应该说也是有相当的实力的 恐怕不一定 直接就这样一棍子就打下去 这样肯定是要有步骤的 一步一步来 所以才要诸朝冲 就是冲着王岐山 王岐山基本上是他们 打到头的这么一个目标了 直接针对核心的这种动作 我想至少暂时不会有 至于他最终目的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那是另一回事 我们不必要去猜测的 就是说他的新军策 朱朝做这样一个打击的这么一个线路 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步步为营 往前退 这是一个 就是涉及到中共胆内斗争的这一块 还有一块 我们看到就是涉及到 刚才说的胆的这一块 我们把它称为体制内 还有真的体制外的这一块 体制外这一块也比较复杂 打击的人各种各样的都有 就是跟他发生冲突的 这里面像你刚才提到的 最粗嘛 是正在尾施来的吧 当然正在尾施呢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指控尾施是特务 我不替韦诗先生做这种担保 因为我的韦诗先生并不了解 不管是韦诗先生 包括他们指控的任何一个特务 战力凡也好 甚至我有所了解的 也非常尊重的胡平先生也好 当然我对胡平先生并不是说 对他的所有的说法 他的政治评论 一些观点都支持 实际上我对胡平先生 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但是我非常尊重胡平先生 对这样的一个民运理论家 也抓成乌了 然后还抓到其他的很多人的特务 这里面的情况呢 各个人的情况也还不一样 刚才已经说过 张立凡呢 只是一个公共知识政府 对吧 他本身并不是林云日子 什么反对派 也不是 韦诗师嘛 他是报信这么一个海外 管一的人权民主运动的 这么一个很重要的 这么一个 新闻平台 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吧 他已经来从此这些报道 至于他这报道 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我不敢去做这种判断 个人会 是四处有因的 这里面有个人恩怨的问题 至少一开始是这么表现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他对韦诗和波讯 耿耿于怀的 就是波讯 在历史上 曾经刊登了 跟他有关的一些负面报道 尽管这些报道 尽管这些报道 不一定是波讯本身报道 这里面我以前也看到 几年前就看到过 有胡舒立的 财新网的一些 针对 也不光是针对 郭文贵先生 也有针对李友的 针对他的一些 商业竞争对手的一些报道 各种各样的报道 所以波讯嘛 它是一个新闻平台 可以说各种报道 都有 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呢 就因为这个是呢 接下了梁子 他就要求把这个 把跟他有关的 这些负面报道 把它撤掉 简单的通俗说法 就删帖 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然后就发生冲突了 帖子也没上 最终没上 没上呢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普官说 韦诗是特务呢 又说韦诗拿钱删帖呢 当然证据是很成问题的 我们看明镜第二季 我也很仔细的看了 他也不是说 没拿出所谓的证据 确实有证据 但这种证据呢 不是指控韦诗的证据 恰恰是印证他自己 希望删帖 并且愿意花钱删帖 而且也还有千刻 这个千刻就是 他提到的吴征 阳南的丈夫 吴征 他跟吴征之间的 这个通话录音 这个录音呢 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这个我相信 就是能证明 吴征充当了 这么一个千刻的角色 提出愿意搬他 游说 不去删帖 当然最终没有成功 是另一回事 而且要价还非常高 一条帖子是多少万 对吧 然后总价 据说是达到 几千万美元 这么一个天价 他能够证明呢 就是郭文贵 跟吴征之间呢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 删意的过程 准备这样做 对于目的是否达到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 贴子没删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伟师 或者说博讯 到底是不是拿了 这个删帖费 如果拿了删帖费 又没删帖子 那就更恶恶了 那就完全不减 连江湖 尽管这种做法 本身是损害新闻自由的 因为拿钱删帖 不管是媒体也好 还是这个当事人也好 这样做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这个证据本身 就表现出它有问题了 就是说 它只能证明 它铺料人这一番 有这种要求 并不等于说 伟师接受了这种邀约 这是两麻事 这是最早打击的对象 说伟师是投五八千上帖什么的 然后呢 后来又涉及到张立凡 这样有公共支持粉丝 其实涉及到张立凡很简单 张立凡本身呢 他不仅是支持铺料 而且呢 他对铺料者本身说话也非常客气 他冒犯铺料者呢 主要至少是一开始吧 冒犯铺料者 就是因为一个细节问题 就是张立凡的本人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历史学者 历史学者有个习惯 就是考据嘛 他对铺料也进行考据 你说铺料的这个真实性 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证据是不是有问题啊 他就这种职业性习惯 就做了一下考据工作 然后就考据出这个铺料里面 就是铺料跟姚依林家族有关的 一个所谓波音七八七飞机 那个事件呢 跟这件事有关的里面 有个叫 就是据铺料者说是 姚依林的孙子姚青的 这么一张照片 张立凡就提出质疑 就这么一个小的细节性的问题 而且从张立凡的角度来讲 也许并不一定是恶意的 他只是说 你碰到嘛 这个证据方面要注意点 这个证据有问题 他考证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照片呢 并不是姚依林家族成员的 就是那个姚庆的照片 虽然这个人名字也叫姚庆 同名同姓 但是此姚庆 非彼姚庆 是内蒙古的一个官员 年纪比较大了 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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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级的一个官员吧 一个 一个清级官员 这样的一个官员 一般到 一般也都为五十多岁的年纪啊 这么大年纪的一个官员 就显然就不是 他所指控的那个姚庆 那个年轻人的吧 这个根本就不是以为是 就是 这是对张立凡 进行的这个 抓车 他本人只是指控车 还没有更多的那个 至于其他一些人 就很恶念了 有的 就是 对张立凡的家庭成员 说了一些非常不堪的话 真的张立凡本人是有暴力恐怖危险 这是对张立凡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涉及到其他一些 个人情况也还不一样 包括像胡平先生啊 对吧 实际上胡平先生完全是误会了 从胡平先生本意来 我也看到胡平当时的那个 包括胡平四后的一个僧女 我都替胡平感到很不知 很窝门 很冤枉 就是说胡平本身呢 他并不是说工贵的对立 碰到人工贵先生的对立面 他不是他的对立面 结果呢 就被英文误判 就是对他的讲话呢 他就得可能冒犯他了 然后把胡平也打成特务 这样一些做法呢 就正对管一的人权 民运圈 甚至有些还不是人权 民运圈的这样一些人 像张立凡先生这样一个 独立的公知 对吧 真的这样一些人 他的打压呢 其实动机就更简单一点 就是谁对我不地 那就是特务 就是我的第一人 我就要打压力 就要对你展开进攻 包括一些水军 就进行非常疯狂的攻击 他本人倒只是抓特务 包括他团队的一些成员 像比如说汤姆乔先生 我的老朋友汤姆乔先生 那就不只是抓特务了 有些话就说得非常的重 非常的难听了 甚至有些 包括那个阎建敖的吧 有些话就非常下流了 阎建敖就说 战凡先生的夫人啊 或者是女儿什么人的 我都不愿意重复这些话 非常下流的 很像斯兰的这个情况 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情况 凡是他认为妨碍他的 那就是特务 就是敌人 至于是不是真的妨碍他 这里面其中有些 我刚才已经说过 实际上是误会 比方说 胡平先生 实际上 谈不上妨碍他 就是说 你妨碍我了 或者说 我认为你妨碍我了 那都是特务 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这样的做法呢 对整个民运呢 可以损害 也是非常大的 造成了民运内部 非常大的矛盾 沈先生 因为在铺料者 他曾经说过 不反习主席 并且说了 习主席是千年的圣君 对他这种观点 您怎么评价 我的看法呢 是这样的 习主席本身 是不是圣君 包括 是不是千年圣君 我想 不同的人 可能会有 不同的看法 我想 作为习主席本人 或者说 习主席的同党 他的那些 党内支持者 还有一些 比方说 就是 小粉红之类的 这些人 我们知道 他们非常崇拜 习主席 对吧 称他习大了 对这样的一些人来讲 如果说 习主席是圣君 甚至是千年圣君 我想他们 非常乐意接受 这个没问题 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讲 比方说对反对派 来讲 对像我这样的反对派 他是不是圣君 那么在我们眼中 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 他作为这样一个 继权专制的 这样一个国家的 统治集团的 这样一个领导 那显然 他不可能是圣君 对吧 我们是肯定 不同意这样的判断 这个无关紧要 我这样说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关于习主席 究竟是不是圣君 或者更夸张一点 千年圣君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实际上呢 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更关心的是 铺料者 当他称 习主席是千年圣君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恐怕还是这个问题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 习主席 作为中共领导人 假设这个铺料者的目的 仅仅是出于个人的保钱 保命 报酬 那么他肯定需要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因为他的很多财产控制在共产党手里 甚至包括他本人的生命安全 在一定程度上 虽然他人已经在海外 相对来讲还比较安全 但并不得以觉得安全 在相当程度上 也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 报酬就更不用说了 你要报酬 哪怕是那个层级低一点的 最初铺料打击的对象 傅政华先生 他毕竟是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长 你要想报这样的时候 把傅政华搞下去 那要借助谁的时候呢 显然铺料者本人在美国 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必须借助共产党 所以不管是从机会主义的动机出发也好 还是从他本人的信念出发也好 他都要借助共产党 才有可能达到他个人保钱保命 报酬的目的 所以他必须拥护共产党 拥护习主席 因为习主席是共产党的核心 对吧 他要借助他们才能达到他的这种目的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拥护习主席 拥护共产党 这个我不好去判断 但是我想 秦军策诸朝错 瓦解西湾联盟 在西湾联盟中间打进一个气子 这种做法的目的 我想从历史上看 当年汉朝的时候 当后来发生的 就是诸朝错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接着发生的七湾之乱 这个恐怕就不只是诸朝错的问题了 诸朝错是手段 秦军策是诸朝错的借口 实际上怎么回事 这个只好交给各位自己去判断 我不做更进一步的判断 我只能说 无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要到达他个人的那三大目的 还有作为团队 他要完成他们这个团队 跟老领导有关的这样一个 打击西湾联盟的这样一个目的 恐怕都要拥护西主席 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他们眼里 西主席确实是千年胜军 沈先生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 您刚才提到海外的爆布料 对海外的民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您觉得产生了什么影响 有哪些经验教训 我们需要汲取的 我想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 非常复杂 应该说不只是负面的影响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它有正面的影响 什么正面的影响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事件 我们能够看清一些人的面目 否则在没有一些 很具体的事件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看到的 这是一个人在文章里面怎么表述 我们知道文章嘛 它往往都是一种底面的表达 有的甚至只是一些道德批判的姿态 所谓偏欺言 观期刑 观期刑更重要 那么观期刑 而观期刑的效果就角度来讲 我认为 尤其是那些会引起高度分歧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非常统一 也未必能说明问题 但是这次这个事件 在民运圈管一的人权民主运动圈内部 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 包括我本人在内 跟我的过去的一些很多的朋友之间 分歧都非常大 包括跟我非常尊重的一些 民运的一些重量级的一些领袖型的人物之间 我们都是有很大分歧的 我想这种分歧不一定完全是坏事 它有它正面的意义 就是说班族双方 都能够看清对方的一些面目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几种人 这里面有阿庆嫂 有托伯森 也有不明争相的一些人 那么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水平 是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是个什么样的人品 通过这样一个分歧非常大 冲突非常激烈的事件 都能够表现出来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有它的正面的价值 但是它的负面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分裂 大家这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709就是发生在国内的这个709事件 那么多的维权律师 维权人士遭到打压 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当然不关是709 还有很多的人 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政治迫害 大家得更关心这些话题 自从有了这个 扑料事件之后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大家的注意力 一家伙就全转移到这上面了 很多世界就没办法去关注它了 实际上 一个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 再一个真的林运队伍本身呢 它也起到了一个分化瓦解的作用 这种危害非常的大 本身这个民运 我们知道它本身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 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这么多年 也一直没有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再加上这次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冲击 造成这么大的分歧 我想在短时间内 公开元旗会受到很大的损伤 所以我觉得它的危害 用来说是非常大的 各位关注朋友 刚才沈良庆先生 给我们分析了 爆料者进行爆料的原因 以及分析了爆料追随者的心理状态 同时呢 他也谈到了 这种曝光事件 对当前海外民运的影响 我们要说 我们支持一切 揭露中共贪腐的爆料 因为这有利于 让大家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 但是呢 我们也反对虚假的 或者下流的爆料 我们在爆料的过程中 一定要坚持正义性 因为我们追求的目的 不仅仅是推翻中共 而是要建立一个 民主法治的中国 为中国 为我们的子生后代 谋求大的福祉 让中国真正的走进 文明的现代社会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沈良庆先生 感谢沈良庆先生 感谢沈良庆先生